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5月27号星期天 两天前5月25号星期五 美国总统川普发表了一条推文 在这个推文中他说 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已经就中芯公司 就中国的中芯通讯公司问题达成一个协议 说这个协议要送到美国国会经过审查 他提到这个协议 他简略提到这个协议的要点 就是要给中芯公司处以重发 同时要完全撤换中芯公司的管理层和董事会 并且要求中芯公司大量进购美国的零部件 等等 那么这件事情 川普要激活中芯公司的做法 据说是基于习近平 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的求情 这个在5月中芯提出来 就设到了美国朝野的一致反对 因为这个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 因为中芯公司是中共的一家间谍公司 而进口的是美国的高技术的芯片和微芯片 所以受到朝野的反对 川普在这条推文中为了堵住悠悠之口 为了防止别人的反对 就故意说了这么一段话 他说民主党人 包括前总统奥巴马和民主党参议员苏默等人 什么也没有做 放任中芯公司在美国蓬勃发展 而没有采取监管措施 以至于好像出了安全漏洞 意思说本届政府 我的政府把中芯公司先是关闭了 然后又处于重发整改 然后再让它运营 意思就是自己采取了措施 所以他这个说法一半成立 一半比较勉强 成立就是奥巴马政府 民主党政府的确很软弱 在军事安全地缘政治等方面 表现的都行动力很不足 让中共大专控制 但是之所以勉强了 是因为奥巴马时代 对像中芯公司 华为公司这样的中国间谍公司 也不是无所作为 采取了调查 并且采取了法律行动 甚至对像华为公司的一些都处以重罚 那么中芯公司在去年受到了11.9亿美元的重罚 虽然是发生在川普总统时代 但是也是基于奥巴马时代就开始的调查 这是一个勉强 还有一点勉强就是 此一时彼一时 现在的中芯公司是违反了新的东西 因为去年中芯公司跟美国政府 川普的美国政府签订了和解协议 要表示要执行遵守美国的法律 不再向伊朗和朝鲜输送美国的零部件 另外要处罚高管 但是他违背协议 不仅没有开除三十几名应该开除的高管 而且给这些高管发奖金来奖励 再一个在公司内部还制造内部的刑事守则 要教唆内部的员工怎样 扰开美国的海关 通过第三方第三公司和第三国 继续向朝鲜和伊朗出口美国的零部件 尤其是美国的这个敏感的技术 所以美国政府发现之后就在今年四月 川普政府四月 就是依照这个去年的和解协议 认定中芯公司违反了协议 因此就要激活七年禁令 七年内中芯公司不得购买美国的零部件 这个依靠美国零部件存核的中国这个 这个所谓的通讯巨人 这个通讯这个这个新技术的领头人 马上就倒下了 停摆停止了运作 说是这个员工面临失业等等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发生的 说此一时彼此 新情况是川普政府时代的新情况 而不是奥巴马时代这个新情况 那川普政府有理由去处理 而朝野美国朝野绝对反对 再让中芯公司激活 来侵犯美国的国家安全 甚至于把这个美国的零部件 输送到世界其他这些国家 像朝鲜 伊朗等等 所以当五月中旬提出习近平向川普求情 而川普同意考虑解决中芯公司的问题的时候 美国的朝野就一片反对之声 所以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一些法律 关于敏感技术 关于中国投资等等有一些法规 所以这次中芯公司尽管 美国政府跟中国政府达成了协议了 但是并不意味着就能执行 还要看看美国国会各种委员会 就依据国家安全做出的审查的最后结果是怎么样 才知道中共的中芯通讯公司 是不是能被激活重新运转 那么川普发表了这个推文之后 他之所以提到参议员 苏默是因为苏默最近他是民主党的少数党领袖 而他是抨击川普 抨击的最猛烈的一个民主党议员 抨击川普在中芯问题上的立场 那么另外一个共和党议员 努比奥历来就是对此次批评态度 努比奥再三指出 中共用美国的技术不仅违背美国的安全 国家安全 而且用美国的技术镇压中国人民 他指的就是中芯公司 用美国的技术 在中国承担中共的所谓天网工程 监控中国人民 在中国的各大城市 大中小城市 各地设立摄像头 遍布中国的摄像头 搞什么人脸识别技术 搞什么人工智能技术 都首先用于监控人民 美其名曰维护社会和谐 维护什么稳定 所谓维稳就是中共政权 为中共政权服务 因此中芯公司这个敏感 不仅是给美国国家带来安全 而且是给中国人民带来切身的安全 所以这次卢比奥参议员 再次发出强烈的批评声音 就是反对美国政府 跟中国政府对这件事要去苟合 而且要求国会严格把关 不能让这样的事情随便过关 所以这是到目前为止的这么一个情况 具体说来 川普是在推文上大略的提到了 双方的一个协议 具体的协议据说是这么几条 一个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中芯公司 处以13亿美元的发款 就除了去年11.9亿美元之外 今年再处以13亿美元的发款 对它新的违规 第二个全面撤换管理层和董事会 再一个就是 要美国派驻官员 美国方面派驻官员 进驻中芯公司加强监管 再一个就是中芯公司要增购 美国的零部件 但这个零部件是增购什么 如果增购别的零部件 那另当别的 如果增购的就是芯片微芯片 那是这个就非常可笑了 本来他就是犯在这方面 如果让他增购美国的芯片微芯片 那简直就是 这个 给倒责提供武器 给倒责提供敲门的锁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是可以说 川普政府是犯了重大错误 大错特错 但具体零部件是什么不得而知 但愿不是说在芯片微芯片上 去增加进购 这进到中国之后 中国人民可遭殃了 拿自己的血汗钱 去购买这些东西 然后又让中共当局 当成一个工具 来监控人民 天网工程 无所不在 所谓天网恢恢 让人民呢 一个不漏 在中共的监控之下 然后让中共的这个独裁统治 固若金汤 千秋万代 回头说 这样一个 美国这个13亿美元 这么一个协议 当然是在美国朝野受到了反对 而且在日外民主自由的 海内外中国人中 也也是反对的 但是在中国还有趣的是出现另一种声音的反对 就是毛左派也反对这个协议 这个毛左派有个代表性人物叫张鸿良 他提出了另外一个角度的反对 他写了一篇文章 题目叫什么 他说根治赔款和中兴公司 难道仅仅是 难道仅仅是历史的巧合吗 他根治赔款 就当年满清末年跟这个外国十一国所签订的这个根治赔款 是4亿5千万两银 是按当时的中国人口平台 一人一两银白银 那今天的中兴公司13亿美元的发款 中国13亿人口均单一人一美元 他这个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数字 他说智商是一个硬伤 他在讽刺习近平跟川普谈判的这个结果 这个谈到13亿美元这个发款 说习近平智商不够是一个硬伤 讽刺习近平挖苦习近平 结果他就说的意思就是 根治赔款是百年国词 百年国词还没过去 又来了新的国词 他的意思是说 根治赔款也就是当年的薪酬条约是不平等条约 今天的这个中美签署的这个有关中兴公司的条约 协议也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因此大大的挖苦从事习近平政权 结果他发表这个文章之后 立即 在国内的网站上就被销声了 删除 屏蔽 找不到了 要到国内网站一搜索这篇文章 全部被这个 屏蔽 删除 也就在国外的一些网站 还可以看到这篇文章 或者在其他的一些 这个这个社交媒体上 所以这个这个张红莉也是可悲 他作为毛走派 他这个他本来他有他的言论自由的权利 我们也尊重他的言论自由 他有他看问题的角度 那么他这个 但是他反而一直是批评自由派 批评公司 公共知识分子 而自由派公司的一个重要的立场就是言论自由 就是说 我可以反对你的立场 但我事事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这是公司和自由派的基本立场 但是毛左派反对 不让人说话 要大一统 要共产党一党专政 所以这次他就毛左派自己落到了自己的陷阱里面 自己的发言权遭了剥夺 而且非但如此 他的文章消失还是吃药了 恐怕连人都会消声匿迹 搞得不好 送到朝鲜去 为国捐躯 为朝鲜国捐躯 为金正恩捐躯 就跟4月22号所发生的那一车毛左派 葬生高山之下 葬生谷底 32人死亡 两人重伤 但漏掉了张红良这样的毛左派头面人物 但我并不说他应该得到这样的结果 尊重他的言论自由 只是说他应该考虑到别人也有言论自由 自由派知识分子 在一个有言论自由的国家 大家有不同的观点 不同的角度 这很正常 那才是个正常的社会 说如果毛左派反对言论自由 反对这个民主人权 自由法治这些基本的 普世价值的话 那最后是就有自取 所以张红良这次文章被消音 就是就有自取 我说了他有他的言论自由 他有他的角度 其实张红良这个角度 从毛左派的角度来讲 他也许有他的道理和逻辑 至少有一点 根治赔款跟中兴公司 中兴发款有一点共同点 那就是什么 都是基于中方的违规行为 当时的根治赔款怎么发生的 发生就在清朝满清政府 纵容义和团 这个发烂 去攻打外国驻中国的领事馆和大使馆 杀死德国公使 杀死德国使馆的工作人员 而且大批杀死的外国传教士 大量杀害中国的这个教徒 基督教徒 而且全面展开这个反西化的运动 把这个铁路捣毁 电线拆除 说是西方的标志 甚至于这个中国人身上揣了一根铅笔 都被这个义和团逮住 格杀无论 说是这个 这个这个 洋人的这个这个这个铅笔是 说全面的反西方 口号是扶清滅洋 就彻底的把这个 西方的痕迹从中国 这个土地上抹掉 扶持清朝 当时满清政府 以为找到了救命稻草 支持义和团这么干 又干的结果就招来了 八国联军 因为这些国家给满清 给一个蜻蜓一再交涉 得不到这个正面的回答 也得不到这个解决 那么八国联军自己出面了 八国联军攻打中国入侵 这一打之后 这个满清的军队也好 义和团的军队也好 连起来乌合之众 不敌这个八国联军 一败涂地 一败涂地之后 满清为了保证权 就只好这个签订新丑条约 打仗是八国 签订的新丑条约是这个 十一国 而赔偿十四国 因为十四国的这个司官领馆 教师传教师受到这个 损伤杀害或者危害 所以这个这就是根子赔款 而且这个不仅赔款 而且满清还答应清缴义和团 把义和团杀掉干掉 就全部这个干掉了斩草除根 然后这个而且把这个主战的大臣 主在这个排外 这个反西化排下这个大臣 主战派大臣 依据这个外国人的要求 有的是流放 有的是这个 逼令自尽 上吊自杀 有的是这个处决 前后一百多个大臣被处决 所以满清这样换来了一个薪酬条约 换来了一个他政权的安稳 政权的这个存在 这就是薪酬条约 1901年签的 根子赔款是针对1900年的 这个八国联军 跟满清和一和团的战争 那么这个当时就根据人口 就是说 4.5千万两 赢4.5亿人口 那么当时就说是个不平等条约 但是我说这个不平等条约 基于满清和义和团的违规违法 违背 起码的国际准则 去攻打外国的使馆领馆 我想要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如果是 其他国家比如俄罗斯 他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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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在攻打这个外国使领馆 同样会招致外国的联军的这个打进来 如果如果是政府纵容的话 那外国之号打进来 因为根据国际法 你使馆领馆就属于外国领土 你包括你中国设在日本 或者是在美国的这个使馆领馆 那就是你自己 那片就是你自己的领地 如果说这个 当当地所在国人民攻打进来 你当然就要这个有自卫的权利 甚至求了所在国的保护 所在国不能保护 要求了本国政府的保护 所以当时的这个义后团满前 显然是违法违规 那么这一点是共同点是 是说对了 这个张红良的文章的话 他不管他也没有指出这一点 那么现在的中兴公司也是这样 违规违法 在美国做生意 在美国建立公司 用美国的零部件来武装自己 却违背美国的法律和联合国决议 把这个美国的零部件 偷偷地转送到这个朝鲜和伊朗 这些被民营禁止的这个国家 而且之后呢 还违背协议 继续这么干 而且不处罚高管 那么现在 而且在这个做法上 最后这个根子 赔款和中兴发款 在其形式上看上去也有相似 就这个西方国家的惯例就是 你做错了 给你发款 说那里 百年前有根子赔款 现在有个中兴发款 另外呢 当时要要求更换 满清朝廷的那些官员 处置的那些官员 同样对中兴公司做错了 美国要求 像去年要求 30多名中兴公司的高管要被开除 不得发奖金 那么今年的进一步要求 完全更改 完全更换 管理层和董事会 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有相似性 等等 所以最后签订协议 大家来遵守这个协议 所以从这一讲 你可以找到一些根子赔款 跟中兴发款的相同之处 所以毛泽派有他的言论自由 有他的角度 尽管不见得完全成立 但这个张宏联的文章是消失了 这个我说他这个人没有消失 已经算万幸了 没有送到朝鲜去 这个捐区已经是万幸了 那回头来说呢 这个 关于这个美国政府跟中国政府达成的这个协议是怎么回事呢 据说是五月中旬 习近平打给川普一通电话 向川普求情 要求川普解决中兴公司的问题 当时呢 这个川普就问怎么解决 习近平就提出一个方案 就说发款五亿美元 这个更换管理层和董事会 这两条 当时川普就告诉习近平五亿美元不够 要十五亿美元 这个两人就在电话上讨价还价 讨价还价的结果是 习近平提高了八亿美元 而川普让步了两亿美元 结果就达成了十三亿美元的发款 一个重罚 十三亿这个数字是这么出来的 另外呢 这个在谈话中呢 据说还提到一个要点 但这个十三亿这么提出来的 后来这个张宏林说是一个敏感的数字 暗示习近平至上不够 我没有想到十三亿美元的发款 十三亿人口一人一美元 跟根治赔款就画上了这个等号 然后就打上了国词的标签 打上了不平等条约的标签 这是毛左派的观点 张宏林的观点 那么在这个谈电话沟通的过程之中 最后来说是达成了四点 就是上星期五 川普在推文中暗示的 那么现在商务部 美国商务部所公布的 这么大概就是那四点了 就是发款更换管理层 美国派驻官员进口零部件等等 但是有一个细节 后来这些媒体披露出一个细节 就是习近平跟川普在电话中讨价还价 或者说情的时候 习近平提到这么一点 他这个像要求这个 川普总统通融 他说了这么一点 他说 中兴公司有八万雇员面临失业 他其中一些雇员来自于我的老家 陕西省副平县 据说这一句话打动了川普 但川普有没有真正受到打动 不得而知 但是习近平和中共显然研究了美国文化 美国的人情文化 人性文化 其中尤其涉及了个人的人性 人性化的一些问题 个性化人性化的一些事情 所以他们就研究了之后 决定用习近平老家陕西省副平县 有人在中心工作 工作而失业来打动川普 所以也许打动了 也许没有 总之这是一个中方的一个 一个卖点 一个一个要点 那这一点就非常的 具有这个幽默感 甚至是黑色幽默 如果中共把这一点用下去 那就非常可笑了 那习近平可以向 川普进一步提出 所管理层和董事会也不要完全测缓吧 因为里边有几个人是我的老乡 陕西省副平县的 那川普应该怎么办 另外他也可以扩大到中美贸易谈判 他说这个 这次这个谈判 特朗普先生 特朗普总统给我们一个面子吧 因为代表团中 有人有的官员是来自于我的老家 陕西省副平县 那是不是特朗普就应该给他松动一下 或者说习近平说 中美贸易顺差巨大我知道 但是不要压缩那么多吧 能不能少压缩一点 因为这意味着我们一些国内的企业困难 而我的这个老家陕西省副平县的一些企业 也会面临困难 有些人会失业 那能不能打动川普 那进一步的说 还可以扩大一点 扩大到说 这个因为中美之间就国事访问 一直都有争议 美国政府一般不给非民主国家领导人国事访问的待遇 宁愿有庄园会 什么山庄会都没有国事访问 每一次中国领导人来访都为这个问题伤脑筋 要跟美国讨家还家一番 说情 游说一番 那将来习近平游说的东西可能很简单了 他就跟川普说 这个特朗普先生 请给我一个面子吧 由我这次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 这个来访 给我们个国事访问的待遇 川普说为什么呢 他因为我们代表团里 有来自我陕西省副平县的老乡 川普问那是谁啊 习近平说 就是我 我本人啊 习近平同志 好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